维克拉玛第二号航母到美国的大力士运输机 从水下鱿鱼机潜艇再到天上的阵风战斗机等等等等 成为了各大军火销售国的青睐客户 而最近有媒体也报道说 印度决定进口反坦克导弹 那么参与竞标的有美国的标枪以及以色列的长丁反坦克导弹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 印度的最终选择却是以色列的长丁 印度人出人意料的这种选择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考虑呢 2014年10月26日 据外媒报道 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批准采购约8000余门以色列长丁反坦克导弹 以及超过300个发射装置 额图总金额约为320亿卢比 然而有消息表明 此前印度最为中意的并不是以色列的长丁 而是美国的标枪 就在今年2月份 印度国防部不断推动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磋商 希望允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的 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参与竞标 在今年9月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还亲自担任推销员 大力游说印度 希望其购买标枪 除此之外 据统计显示 自2010年以来 印度陆军在与美国陆军进行的联合军演中 已经发射了13枚标枪反坦克导弹 对标枪的性能已经有了具体的了解 美国军方认为 可以毫无意外地拿下印度这笔大单 有媒体报道 印度一直是俄罗斯武器的买家 但是近年来增加了进口美制武器 这其中就包括C-130大力神军用运输机 海神反潜巡逻机 鱼叉反舰导弹等一系列大名鼎鼎的装备 美国和印度在军售方面的合作相当无法 然而此次印度却出人意料地放弃购买美国的标枪 而是选择了以色列的长丁 这让人颇为不解 据媒体报道 此次购买反坦克导弹 印度不打算仅购买武器装备 而是对联合研发更感兴趣 希望获得技术转让 因此有专家分析 此次印度放弃标枪选择长丁 很有可能是因为 美国不能在技术转让方面让印度满意 其实我们讲以色列的长丁 它也确实是一款非常先进的导弹 那么在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订单背后 究竟还隐藏着印度什么样的目的呢 印度购买大量反坦克导弹 无疑和巴基斯坦坦克实力的不断发展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巴基斯坦自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 一直同印度处于军事对峙状态 在这期间曾与印度经历过三次大的战争 因而被国际公认 在使用坦克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正是凭借这些经验 在综合各国技术 巴基斯坦最终制造出了哈利德主战坦克 哈利德坦克最大公路时速70公里 从0加速到30公里每小时不超过10秒钟 配备一门125毫米口径滑塘炮 可击穿阿雄和特90等 现役各种第三代坦克装甲 该坦克的火控系统也比较先进 属于第三代指挥移型数字化火控系统 具备行进间打击活动目标的能力 据巴官员说 当哈利德主战坦克 以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前进时 在2500米的距离上 对活动目标的命中率为80% 就在巴基斯坦坦克技术 取得巨大突破的时候 印度花费巨大精力打造的阿雄 把基斯坦购买了长丁反坦克导弹 不仅如此 印度还十分担心 巴基斯坦购买中国最新的 红箭12反坦克导弹 红箭12是中国第一个采用 发射后不管原理的 反坦克导弹控制系统 使用红外成像式自导头 配有非冷却式光电探测器 能够使反坦克导弹系统 在全天任何时间使用 而且使用的导弹携载串联式 巨能战斗部 能够穿透有反应式装甲防护的 1100毫米厚的军制钢板 导弹战斗部威力强 飞行性能高 两者的结合使这种武器 能够攻击敌方轻型和重型装甲车辆 以及各种掩体 其强大的性能 完全可以击身世界前列 面对有关红箭12的种种传闻 印度十分担心巴基斯坦会进行采购 因此印度加紧购买长丁导弹 以使自己不会被巴基斯坦落下太原 其实我们讲为了摆脱武器进口第一大国的标签 印度政府最近这些年也提出 要增强本国国防工业自主能力 但是我们看一笔笔海外的军购大单 却让印度政府的这种行为显得有点自消矛盾 有人认为这其实也是印度政府的无奈之举 印度花费巨资 他们自己研制的毒蛇反坦克导弹 迟迟不能让军方满意 无奈之下只好从以色列购买长丁了 那么印度的军工生产究竟说存在什么样难以解决的问题呢 据外媒报道 毒蛇反坦克导弹拥有极高的性能 集合了当今世界多种先进反坦克导弹的优异性能于一身 然而却有媒体称 由于技术指标严重超出实际 所以现在的毒蛇实际上是阉割过的产品 其命中率已经有98%降至72% 早在90年代初 毒蛇导弹便进行了第一次实验 但以失败而告终 直到2005年3月中旬 印度陆军在阿迈德纳格尔区靶场 试射了两枚在岩的毒蛇反坦克导弹 由一枚导弹命中并摧毁了4000米外的移动坦克目标 2009年 印度陆军对毒蛇反坦克导弹进行了最后一次实验 其作战性能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然而 就在人们认为 印度军方会对毒蛇进行大批量列装的时候 印度军方却对毒蛇表现的并不热情 实时不愿意下订单 不久之后 印度军方决定 购买4100枚法国制造的米兰2T反坦克导弹 毒蛇的失重表明 毒蛇反坦克导弹并没有取得印度陆军的满意 毒蛇仍旧存在还未克服的问题 而在此时 印度军方又投入大笔资金从以色列购买长丁 这对于毒蛇来说 应该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我们讲毒蛇 它的研制过程确实能够折射出 印度在自主研发之路上的坎坷 而类似的像这样的一些尝试 之前也曾经有过很多次 前来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篇了解一下 由于长期依赖从国外采购武器装备 印度国内的科技水平久久不能得到提高 而印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近些年来 致力于打造本国的武器装备 这其中就有一度风光无限的烈火导弹 作为印度在上个世纪末打造的六大导弹工程之一 烈火导弹花费了印度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被印度军方寄予厚望 然而它的问题却始终不断 有报道称 烈火导弹存在射程严重缩水 场景比过大 发动机装填比不高 成功率低下 可靠性不高等多种问题 让印度军方颇为头疼 由专家称 烈火导弹的试射成功率 一般在60%左右 根本无法达到军方的满意 除了百病缠身的烈火导弹之外 研发历时长达30多年之久的阿穷坦克 更是让印度军方颇为无难 其研制周期的漫长 和不切实际的设计 使得阿穷坦克的发展举步维艰 技术指标经历了难以技术的修改 上世纪70年代 阿穷便宣称要达到苏联特72的水平 不久之后又宣布 鲍二是他的赶超对象 而在之后的海湾战争中 美国的M1大出风头 印度舰撞便索性将原来的设计推倒重来 开始以达到M1的水平为主要目标 2006年 印度陆军无可奈何的选择了俄罗斯的特90S 表明军方对阿穷坦克的无比失望 除此之外 基金修改 最终变得不伦不类的德里级护卫舰 众多部件东拼西凑 却前途未知的LCA轻型战斗机 曾经风光十足 却最终在与俄罗斯的竞争中惨败的布拉姆斯导弹 这些印度自主生产的武器装备都存在着种种问题 印度距离要成为武器生产大国的目标 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印度虽然在自主生产武器装备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 但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不切实际的设计 落后的工业基础 成为阻碍其自主生产武器装备的绊脚石 巨额订单的背后 隐藏的却是印度深深的无奈 而这其中的教训也同样值得其他国家的深思 说完印度 我们再来谈谈美国的军力 外界普遍认为 目前的美国海军 它在无人技术领域已经